随着蜡虚市战后重建工作的稳步推进 各个领域的恢复皆取得了显著且突破性的进展 返乡百姓的数量与日俱增 鉴于民众的迫切需求 蜡虚市内的长途客运业务正逐步有序地恢复运行 据蜡虚车站一家负责运营客运服务的负责人介绍 随着返乡的百姓数量较多 当前蜡虚到柜盖路线 蜡虚到东芝到曼德勒路线基本能够正常上下课 不过由于线路的调整变化 在价格方面车费较原来有所提高 看起来的鱼虚一样的 但是哪怕它就找到鱼虚再会 可能又看到鱼虚一样的 1个人以为 2个人 Lord 就去鱼虚一样的 一个人以为 一般人以为 2个人生意 超认为 另外二人目前正常上下课 我说到什么鱼虚一样的 那么一边来吃饭 都参加在这一边 我们在猪狗里解放的话 只是中国的居住 每天都要活动 这都要活动 我们在该里的店里 会有什么地方 这都是什么地方 我们照顾来做的 目前客运服务仅仅恢复了一小部分 依旧按照先前的运作模式进行经营管理 未来随着各项重建工作的不断推进 相信客运与物流的恢复将更加全面